这天,高桃梅和大厨田君红决定去县城采购新鲜的食材 为了准备礼盒,也为了给一家人制办团圆饭 给他多点肉,来 这块肉可以 来,切点毫了,要个五十斤,老板 过程上称一下,可以做手 小豆芽二十斤,青菜十斤,西红柿十斤,生姜五斤,小米椒三斤 老板,这个全部给我装点好菜,保质保良 好嘞,新年快乐 对于老板娘高桃梅来说,是眼前这遍地厚实坚硬的黄土 造就了如此有特色的雪居方式,引得民宿的生意如此红火 而对于她千百年前的祖先来说,出生在黄土高原 居居于地下,却是不得已的选择 就是很早的时候,挖这个地厚院的时候不用花一分钱 就是大家就出苦力,就能把这个院子挖好 大家都能有地方住 地下四合院,是古人遗留下的雪居生存方式 也是物质条件艰苦的时代,人类想自然求索的结果 院子代代相传,似乎是在告绩儿孙 只要家中有人口,有劳力 那么,向下挖土,总会有栖身之处 经济条件不好嘛,走走背背,都在地厚院 这上一辈子人都在地厚院住着 这下一辈子人,也是从地厚院搬出来 像我有这三个孩子都是从地厚院生的 但是城市化的发展,在不断推进 距离地厚院外几十公里的陕州县城 已是高楼林立,现代气息扑面而来 总是和黄土打交道,在农村并不是一件体面的事 从地下走到地上,是村里更多人的选择 别人都盖了,你看,恰不盖不塞 没有面,这个地厚院也不方便嘛 那陆村一到八九月份,收了收床家 都塞了两时,想说人都上水所了,也扛不上了 前些年你要是不上去盖房子,就像你刚才说的 你看他家穷的,房子都盖不起 你要是结婚娶媳妇,你在地厚院住他不会去 就这样了 住在地厚院的村民,陆续在附近盖了新房子 或是搬去了城里 留在他们身后的是陕州地区金万座地厚院 还不费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从地厚院都搬出 都搬出啊,没有十多里多,都没有十多,比如说像 没关系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